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五仔 又和大家娛樂速遞 今次說誰呢 怎麼說這女兒你未必懂 說一些銜頭你可能有興趣聽 她本身就是港姐冠軍 港姐冠軍很多屆 有些人說沒看又說成 說個故事給你聽 有些人看無線 有些人沒看無線 沒看那些聽你的版本 林敏聰你知道 她身邊很多美女 有幾個老婆 兩個而已 無三不成記 沒錯 也有些感情事 因為她本身人說她才子 但可以說其貌不揚 但美女在身邊就轉動 本身林敏聰有個老婆 跟老婆分居 然後去做清潔工人 折舵鬥謀 本身她是做經理的 轉頭跟學校校長在一起 人家失足摘到她的 兩個人差點想接吻之際 她的親生女和小女 看到這件事 就哭得很可憐 真是慘了 嘩 一聽到一枝花生你粒 請大家給我like 支持我們廣播 不問計playtron 沒有廣告 還有每個小時進來 看看我們有什麼新片更新 這個月我們爆氣了 很厲害 哈哈 請了新主持 大家來講一下林敏聰 都可以做這些事情 還要給親生女看到 其實這個人 本身是對黃家文的講者 曉曉曉曉曉 為什麼這樣說呢 瞞著老婆 假期的時候約這女孩 走到水上樂園玩 穿著筋肩 還戴上他的照片 這些人渣真的是 其實剛才所說的就是那套下樓上車的劇情 他要奢致名 因為這套劇情令這套女兒彈起 本身的人又不太認識她 我對這個女生的演技 我是未知道她本身有件事揹在身後 因為她姐姐本身是動物界的名人 放一隻貓在洗衣機的混蛋 真是曾經有人這樣形容 但是近來好像有一宗大新聞 我說完出來之後我身邊的人都說 嘩這樣也可以 就是他那宗弱貓案切了控 所以應該有些人會很生氣 不過就看看你什麼看法 我覺得她那次也算是一個走得很前 令很多人不敢按摩摩摩放一些東西上網 先說一下這個小三王家文 這麼厲害 近來的劇情 她又迫波蕩漾 身材好 這個女生她是港姐 但其實她的樣子很成熟 好笑 剛才說的那套下樓上車族 我看過資料她好像大掛車萬萬三年 還是兩年 但整個感覺一個是中女成熟 有女人被一個小妹幼稚的樣子 人的樣子很難說 那她這次有什麼大事件呢 佳欣她剛剛在泰國回香港 說她去過泰國 我們剛剛去過泰國 我想說我們現在去泰國 我已經不在日本了 在泰國我覺得那個防疫 可以說是蕩然無存的 沒有人戴口罩的 是沒有的 尤其是遊客 尤其是外國人 我聽到很多廣東話的人 都是不戴口罩的 那這裡那個感染是容易的 我認為是 那我自己也要小心了 因為真的 聲音很重要 要我們做這行 每天開咪 每天要賺錢 要盡量小心避免 那她就過癮了 同一些 就叫做 如果 如果這樣說 大家四隻腳 也是兩隻眼睛 這些叫做懸後科 有些太開放 那些猴子一向很色情 你說色情而已 其實猴子是肆無忌憚的意思 那些猴子 這女兒是大大隻隻的 但是那兩個猴子 似乎不是握球那麼簡單 是應該濕吻她 濕吻 以前看港產片說 那些猴子猴子會強姦人 會不會呢 其實我覺得會 因為大家都在懸後科 說她沒見過一隻 沒有毛的 很棒 關不關就是一件事 但是做出出入入的動作 我覺得猴子猴子會有 我覺得 不知道是不是 經常說金剛與美女亂常 應該有的 可能有生理反應 她不知為何 跑去泰國 然後打算開開心心 但是如果兩隻猴子 在人類界 就是要告她性騷擾 親到她面子扭曲 現在回到香港 為何在機場確診 驗到了 新冠肺炎 又讓她上機 立刻停工 回家 隔離 被嘉清不會 被猴子擠完後 ούμε 於是被被猩猩強吻的視頻 在社交網上常在組 我說被他 founded 提供著去新冠管 按我的視頻是甚麼行為 他說 再開拍聲 還有測入 這些是否背部 acknowled裂 例如精神狗 不知了 但是他現在確診 是不是真的關口水事 星星是不是也確診 感覺上 應該是不關 我也不知道 在外國有些動物園 幫獅子老虎打疫苗 又說是新冠 所以我不是微生物物學家 你可以把這段影片 傳給袁國勇 其實星星會傳染人 愛子病好像是會的 但是這些又會不會呢 那些網民當然想做一隻星星 又放開一個女生 又照顧又抱一隻星星 真的很色情 我也想和一隻星星交換 這兩個星星平時就是做這些事情 愚斌的陰公 其實他願不願意呢 會不會說這兩個東西 根本都不喜歡做這些事情 搞得好像鴨一樣的陰公 一隻星星淪為作鴨 好 說說他姐姐 他姐姐這宗新聞 沒有什麼人有反應 香港人是不是原諒了他呢 報是有報過的 不過之前這件事 我不知道就是他姐姐 把貓放在洗衣機拍片 好像還有開機 有些心理變態 有沒有開機呢?我先看看 我怕冤枉了他 我稍後研究一下 之前這件事罵得熱烘烘的 有些人說 你這個臭雞在這裡 虐待貓死亡 總之有這些髒話 我個人很斯文 平時不說這些 他姐姐 把貓放在洗衣機 這件事是法庭案件 上訴得直 約束罪 獲撤銷 就沒事 法庭說他沒事 公不公道呢? 看看什麼事 他姐姐 放了一隻貓 在洗衣機 是有開動的 開著了是搞的 洗手機 把這段影片放上Instagram 好像很有型 得到大家的關注 你做什麼 打仔也不想 不想被人知道 你不知道是醜的 你不知道是犯法的 就算現在打仔 你拍了影片是會被人拘捕的 這些是呈堂證供 你現在根本有做這件事 報紙這樣寫 放入開動了的洗衣機的影片 本身是罪名成立的 被裁定 殘酷對待動物罪罪名成立 其實 如果你中了這些招數 中了這條罪 有什麼懲罰 他說判了80個小時社會服務令 他當然不服氣 你要我掃街 我堂堂港姐的姐姐 不要說掃街 扭街也可以 他可能不做這些事 社會服務令做什麼 在圖書館收拾書 還是我不清楚 掃街的大概就是這些 收拾樹葉 他提出上訴 高等法院法官早前聽取 他說了 他說完之後 他的版本 法官 29日判了他是上訴人 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說 影片是由一名友人拍攝 然後傳給他 但這個朋友已經離開了香港 未能傳召 但原審法庭處理這個議題時是有誤 影響定罪的確妥性 所以就裁定他上訴得值 撤銷定罪判刑 哦 原來不是這件事 是非殘忍 這件事其實法庭是判他 你這樣做是不對的 不過他說影片不是他的 而傳給他那個人已經逃跑了 是這樣的 就是本身是有問題的 其實罰你八十個小時 社會服務令做事而已 服務一下他在香港而已 是不是 那你在道理上是不對的 你現在用第二招 可能有些律師 你的律師很厲害 或者他身邊有人懂法律 或者那個人走了 走了就走了 你現在是不是法律的罵 那個人已經不在香港了 他已經不在那個地區了 這樣就不可以判了 即是陳同佳嗎 哇 動物界陳同佳 是不是這麼嚴重 是 其實我看回這一篇的說法 他就是有一個叫做走法律 就是上訴人 這條女兒有黃家文的姐姐 叫黃以廷 老實說 我不會因為她姐姐做什麼糟糕的事情 怎麼看她的妹妹 我告訴你那個是希特拉 因為不關事 是的 所以我昨天說 陳偉林和陳思汗 因為她倆是娛樂人物 我拿來講一下 這個女孩我不會因為她姐姐做了這件事 然後覺得這個女孩也是同一條腸 根本都不關事 真的不關事 但是因為這個女孩 她已經找到了 知道了 那你的知名度提高 這件事應該是要有人關注 但是這次這個上訴得席 我發現在網上是沒有人提的 我拿來提一下而已 是的 我說了幾句粗口 但不代表我有特別的 對她很偏激 因為你罰也是罰80個小時社會服務令 如果你說打80個小時 可能是另一件事 因為這個案件 不是你想得那麼嚴重 當然人家說80個小時服務令 這些事情都不肯做 80個小時其實是很長的 如果你一天掃街掃兩小時 你要掃四十天 她就會覺得這件事 既然有得打的我就不做了 這樣 是的 我覺得就是這樣 你被控 上年2月7日在天水圍 她其實這條罪在法庭是判了她有的 你要聽著她是什麼罪 殘酷地惡待或驚嚇一隻貓 其胡亂或不合理的行為 導致一隻貓或受不必要的痛苦 在這件事上 法庭判她 是 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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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樣說 是就怎麼樣 我經常覺得 譬如家暴那樣 你拘捕了老爸 他社會服務令 他不是住那間屋 那些子女對著老婆 他是不是真的會變呢 有時候這些事情 當然 你快試一下也可以吧 你吵架也可以 可以 沒有說不給你 對不對 但是他那件事的嚴重性 你可以隨便在他身上談到垃圾 他這個人 他這個人做這件事 肯定是很多人覺得是不對的 我也覺得是不對的 是不對的 你問我法庭判80個小時 社會服務令算不算很重呢 罰錢會不會過癮一點呢 如果這個能夠入罪 你叫他做事 他覺得他沒有吃虧 但其實他的時間沒有了 也是一個吃虧 我覺得 打疼 我經常都覺得很多很多 很多的案件 或者是強姦非禮 或者是強姦非禮 有些人都說 打他疼 這樣 不是怎樣 你對著一些沒有性的人 社會 他給了機會你有性的 然後 你做了這些事情 不是他自己放在網上 其實這件事 就沒有那麼 糟糕 因為如果你當那條片 是他自己放在網上 那他是一個按鈕 我可以告訴你 是的 就是他 我覺得這件事是沒有問題的 大家一起看看我怎麼搞那隻貓 哈哈哈哈 真的用洗衣機搞那個搞 那如果不是他放 就沒有那麼按鈕 是真的 這個是減了一點 如果你要 就是你們喜歡判 但是你說對不對 五仔你講到這樣好像幫他 不是 我屁股他 我覺得這樣是不對的 你沒有理由 那些動物 給你用一些 你就說會什麼 我丟你下去 很大的那些攪拌機裡面 搞你 你知會 你將你的 你的動物的生死 處決在你的手上 你人對別人就知道了 人對別人就知道 就是好像那些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超能試者 那個Ironman的兒子 很喜歡玩救人 打他 很過癮 你那些種子在那裡 當然沒有那個那麼恐怖 他對自己動物而已 但是我們 人類是越來越文明 你以前吃了他也可以 你現在在某些地方吃了他也可以 在某些地方 香港就不容許你這樣做 香港就有這個 殘酷對待動物罪 但是如果你說 這條例 因為那個人飛去別處 移民了 不行 整件事 我覺得只不過 你也是有罪 不過你是法律 罵打掉了這件事 我不會覺得你是 沒有問題的 你是有問題的 是的 哦 這樣的 原來上訴人指 他自辯 他說我是貓隻的主人 但是這個影片 就是因為那個女孩子 在他家裡才拍 然後發給他 他說 啊 他說這條片是假的 他也相信如此 先把這條片擺上動態 不是哦 兩體哦 他說 我覺得真的是狡辯的 這條片是假怎麼假 他指這個女孩子說這條片是假的 他相信如此才放上網 是白癡的 這些都不合理的 唯一就是因為這條女子 在英國 未能出庭作證 你可以當沒有人證 你是贏法律 但是這個是很按鈕的 如果你說 我相信這條片是假的 白癡的 是甚麼來的 是CG來的 卡通片 你真是 我不認識香港的法律 我告訴你 哎 真是 總之 這個姐姐 做甚麼 我不會怎麼看她妹妹的 我說完了 結論 不知道你們怎麼罵 哎 就這樣吧 拜拜